好 看到有消息 8月25号 6点48分 在日本本州东海岸 沿海 发生5点8级地震 震源10公里 日本24号排屋 然后发生了25号 有个飞铁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突然下降了 离开平面 非常非常地 记得低空在飞行 飞行以后 然后稍微高一点 然后一下子下降 把地下头捞了起来 这个整块的捞了起来 在捞的过程中 就像在一个铁碗里的时候 在碗里发生的爆炸了 在碗里发生的爆炸了 原来飞铁在骑走地下的核物质 骑走地下的核物质 是那个地方在海上面 海上掉到海里的核物质 你看 这圆深度十千米 现在我们基本上先有数了 在十千米或者十千米以内的 基本上都是飞铁在骑核物质 因为零排多了嘛 总结说来的贵地 原来在海上还是正在骑核物质 正在骑核物质 知道了 好 再见 再见